哈喽大家好,我是带您只打好电影的巫师 感谢想长胖的龙猫和银鸟节推荐的影片 摸摸打 吉木青天日渐高,御龙盘曲自妖娆 无边绿翠平阳木,一马飞鸽醉于霄 英格兰德文郡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一匹母马刚刚生产,小生命在青山间成长 它英俊外表显露其贵族血统 鹅带白色星芒,四体踏雪修长 它本应是养尊处优,共有钱主人用来观赏郊游 然而命运却与其开了一个玩笑 在集市上,它被频繁交价 尽管泰德只是需要离田的农马 可恼人的地主总是基于自家的土地 时刻针对,不忘挑衅 当炫富遇上虚荣 往日结局的老人忽然失了理智 你来我往的交价将数字推得越来越高 最终,骏马被他天价收入囊中 望着眼前体格轻盈的战利品 泰德却陷入深深的懊悔 他牵马归家,毫无意外面对妻子大发雷霆 只有儿子艾伯兴奋不已 这本不是他与马儿的第一次相见 他目睹他的出生,以及之后的成长 小家伙同样对这个围栏外的少年产生兴趣 之后艾伯带了礼物 他轻轻换他,他半推半就 又在一生思民后害羞地藏在母亲身后 艾伯从未想过可以真正拥有他 忙向母亲保证会在一个月内训练好小马鞠 并带着他下地干活 当家中的大白鹅 听说男主人为了那匹新来的马 甚至陪进去自己的口粮 于是骂骂咧咧地赶他去种地 贫寒的艾伯一家对马儿来说 既是悲剧也是幸运的 男孩为他取名乔依 整日里悉心照料,亲密相处,喜喜玩闹 艾伯与灵性的乔依 用特殊的哨音构成万里好情的羁绊 然而好情不长 地主登门拜访 以崔崽的名义逼他们一家献棄搬离 之后在大白鹅礼貌的送客下落荒而逃 泰德能想到唯一的办法 就是开垦农场前那片乱石荒地 他迫不及待粗暴为乔依带上农具 但后者不肯就范 受惊之下更是将他扑倒在地 老人因地主带来的一枪怒火无从宣泄 转而举枪瞄准乔依 儿子却先一步挡在他身前 他向父亲承诺会叫乔依如何耕地 男孩把马儿当作家人来对待 而不是饲养的宠物 更不是干活的工具 艾伯没有强迫乔依 而是先把农具套到自己脖子上 为其做示范 随后乔依心领神会 尽力不动等待艾伯为他套上项圈 然而开垦无人问津的荒地谈何容易 其间杂草丛生碎势领寻 乔依喘着出气 打着沉重的喷鼻 可硬朗的地面依旧无动于衷 村民纷纷赶来围观老太德一家出丑 地主戏谑下达明日班里的最后通牒 乌露偏逢大雨飘泼 仿佛要将艾伯全部的希望和斗志浇灭 可男孩仍不肯放弃 他发现大地变得松软 重新振作的勇气大声悬泻在雨中 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无坚不摧 无所不能 艾伯的信任极大的鼓舞了乔依 一条线绳 一身汗水 一人一马 一副绝境的梨花 梨头在身后翻起排排漆黑的土壤 他们顶着暴雨不知疲惫的奔跑 犹如水面上荡起的波浪 当雨过天晴精疲力尽 偶尔回头 已是大片耕耘后的奇迹 而乔依也已满身伤痕 艾伯心疼之余 更是不满父亲平日里的暴躁 与烂醉如泥 可母亲为丈夫辩护 老台德原是帝国精兵 曾负过重伤 救过平民 更是拿过女王勋章 但他对自己在战争中的作为从无骄傲 战前他对世界充满期待 相信政治家们的善良 相信战争是为了正义 如今他成为瘸腿又酗酒的老人 而被他当垃圾丢掉的勋章和军旗 妻子却一直悄悄收藏 母亲告诫儿子 永远不要以杀戮为傲 但年轻的艾伯并不理解 他向往奔赴战场 收获荣耀 乔依带男孩飞奔 让他当吉渺超人 女孩轻目的眼神 幻想坐在宝马上笑 然而耍帅的男孩 没想过乔依不敢夸拦 艾德一家辛苦换来了收成 被一场大雨毁了所有辛拉 一战的英云笼罩着欧洲 应得两国剑拔弩张 为了还债 父亲被迫将乔依变卖给骑兵队 洛基上尉一眼便相中了乔依 当艾伯气喘吁吁赶到时 父亲已完成交易 男孩泪眼朦胧 他舍不得与乔依分离 请就随军上战场 但因年纪过小而被上尉拒绝 他向艾伯郑重承诺 定会向赵料青人般细心呵护乔依 如若能活着凯旋归来 必将乔依奉还 出征的队伍大步开拔 民众热情送别亲人奔赴战场 艾伯冲进队伍中 含泪将父亲曾经的军旗 绑在乔依身上 只求能护他一路平安 我发誓一定会找到你 无论需要多久 无论你在哪里 男孩送别爱马 踏上前途未卜的战场 军营中 乔依认识了一批高黑帅 而他的主人是在帝国危难之际 拉着卷发 穿上军装的夏洛克少校 突袭前的冲锋演练 乔依快如疾风 小黑势如闪电 马匹只能看到两侧看不到前方 而飞速狂奔证明他们对人类的信任 乔依最终拔得头筹 两匹战马因失了原主人而变得信心相惜 1914年法国境内 少校得到赤后回报 前方无理发现安营扎债的德军步兵 神探少校以凡推理 明知对手无马还敢用有马去拼 这份信心源于偷袭 可他忘记赤后是名三哥 看他嘴上全是毛 办事一定老 因此战士们都信了 出征前都未告三百亲戚于阵前 德贼僭越 望明称帝 无道无义 犯我大英 凡不欲剃发义服者 奉老佛爷号令 尊王攘仪 西天举境 几百匹战马穿过炉尾荡 冲向德军军营与之平沙 敌军毫无准备 见况落荒而逃 骑兵呐喊着发起重逢 踏破敌营追向树林 其料德军早已埋伏多事 马上神色惊讶 茫然悲怆的军人 一场冷兵器与热兵器的较量 结果不言而喻 乔伊在战场中 第一个主人优雅而造势 骑兵如同被雨打风吹后 华丽邪目 惨烈的战场 只有乔伊和小黑 骑机般的生还 德军官命令就地击杀所有战马 但善良的怀特兄弟不忍 他们被杀害 请求长官将其派给后勤运送上缘 可骄傲的小黑 宁死不肯佩戴麻具 乔伊见状竟然主动跑过来 像是为同伴做示范 而小黑也渐渐变得安静 从而逃脱被屠杀的命运 怀特感叹 如此善解人意的马匹 实属难得 夜晚随着战局演变 怀特的弟弟被调入现役 哥哥担心他在战场上的安危 临行前 将乔伊那面军旗 绑在弟弟后背 然终究记得向母亲许诺 要照顾好他 这样的分离 让怀特心神不宁 于是骑着乔伊 在半路上劫走了弟弟 兄弟一起当了逃兵 他们藏在郊外的风车磨坊里 两个临阵脱逃的德国少年 是因为胆怯吗 不 是因为诺言 弟弟十四岁 哥哥十七岁 面对着处决的枪口 不疾不虚的风车 掩盖了他们倒下的瞬间 一日艾米丽发现了乔伊和小黑 他将两匹战马 牵到爷爷面前显摆 并用两个男孩的名字 为他们命名 以纪念自己上周的两段爱情 少女试图教乔伊跨栏 可马儿的小聪明比他还多 爷爷望着孙女的无可奈何 每根周纹里都洋溢着幸福 不久后德军又来大扫荡 老人眼睁睁看他们洗劫 所能带走的一切 沉默着毫无抵抗 而艾米丽悄悄和马儿躲在阁楼 爷孙俩相依为命 但少女知道自己的父母 被德军所杀 他责备爷爷的软弱 老人为孙女讲了一个故事 信哥是可以改变战争的动物 他们的职责就是不停地飞 身下是一片炮火 他却必须盯着家的方向 不能听脚下的艾米 有时用懦弱的方式活着 是勇敢的另一种表达 窗外雷声停止 大雨倾盆 孙女流下了无颜的泪水 雨过天明 艾米丽驰着乔伊在草地上奔驰 爷爷在山坡下微笑诸实 一切是那么何须悠然 可当翻过山坡的另一端 大群德国人抓住了女孩和他的马 老人央求他们放过孙女 而这是他所能做的极限 战争带走了一切 军官要用两匹马去运送大炮 他们的宿命只有累死或是战死 将其交给手下 看在他们如此强壮 指望能比以前的驼马多活几天 马夫露出惋惜之色 一旁填满马尸的坑让人触目轻心 人类将数吨重的杀人兵器绑在他们身上 当不堪重负的战马倒在山坡 军官便果断将其击毙 死亡的枪声惊醒了所有还活着的战马 不但任何怜悯的高喊 让高大的黑马接替 马夫为其腿伤而求情 同时又对军官的命令无可奈何 这时乔一再一次自告奋勇 为了顶替受伤的小黑 他自愿被发配去当苦力 踩着泥泞的徒弟 拖着沉重的胸气 鼻息急促 马蹄摇晃 在即将要坚持不住的时刻 这场苦力终于结束了 携带死神的炮弹被装上堂 羊角描向山下的城镇 随着声声巨响 见证了人类是唯一一种 用尽智慧去屠杀同类的生物 火光照亮了英军浅豪 一张张年轻的脸中出现了艾伯的面炮 原来他也已经从容 1918年的锁木河 一场攻防战即将展开 英格兰风敌奏响了炮与火的轰鸣 无数年轻生命消失在枪林的暗雨中 浸泡着数不清的母亲和孤儿的眼泪 历史从来是胜利者的宠击 可怜的却是那杀人或被杀的士兵 硝烟久久未能散去 大地游走着多少幽灵 艾伯冲锋到德军战壕前 因幸存带来的亢奋 被突如其来的毒气冲散 生死未卜 而小黑最终没能挺过长途跋涉的璀璨 但相比那些被枪杀的马匹 他算是幸运的 因为他是在乔伊的舔尸中 缓缓闭上双帽 乔伊一路上一个个主人都离他而去 如今唯一的自由也变得冰冷 乔伊终于失去了理智 被无常命运推向生与死的边缘 从无勇气跨越障碍的他 被迫学会了跨越 跨越冰冷的杀人机器 跨越硝烟弥漫的战号 乔伊不顾一切在炮火中奔跑 那种憧憬 那种毫无畏惧的撒眼 仿佛在对世界丝毫 仿佛一道寂静疯狂的火光 为了生 为了回家 为了曾经的一句诺言 乔伊像闪电一样 飓风一般 怀着自由 直到最后一刻 战争年代的人们渴望和平 就像渴望这批跨越战火 在无人区存活的奇迹 也唯有奇迹 才能让杀红双眼的士兵停下 乔伊陷入铁机里的牢笼 微弱且无阻的私民 让战争机器黯然羞愧 也敲打着两军战士的心 有英国士兵打白旗 貌似相救 在双方气愤紧张的交战线上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两国士兵因为一匹马而走到一起 德国青年递上工具不说 还熟练的指点 从何处下手更为安全 当他们因工具不足而傲回时 从德军壕沟里 又飞出了几把钳子 他们一边解救乔伊 一边闲聊各自的家乡 像是失散多年的老友 互相报上名字 乔伊被成功解救后 二人开始争夺马的归属 好在他们集中生智 以猜硬币来做决定 显然英国士兵的运气更胜一筹 可惜战争 无法靠猜正反来避免 迟疑之后 二人胡道珍重 也许以后再也不会相见 或是死在对方的获利下 临别德国军人送上钳子 回馈他是刚刚的三枚硬币 双方都是珍惜战马生命的好青年 却被迫在战场上互相残杀 回到英国阵营的乔伊 他的腿伤会令其失去理性痛苦而死 因而要被执行枪决 失去乔伊的爱博看不见了 失去爱博的乔伊也不能再奔跑 战争无法止息 他们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然而当记忆中的哨音响起的瞬间 只因当年的誓言游在耳边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要找到你 面目全非的一人一马终于冲访 乔伊步履艰难奔向小主人 而额头白色星芒好似神迹 成为生与死的喘折 当爱博大声向长官讲出爱马的特征 当洗掉乔伊四脚上的泥巴 露出他洁白的手套 军官也为之动容 一匹战马穿过人间炼狱踏雪而来 只为曾经一语诺言 军官承诺会向对待战士般治疗乔伊 数月之后 爱博的双眼重获光明 而乔伊也已康复 战争终于结束 但不尽人情的军令 又让乔伊再一次回到被拍卖的命运 幸存伤员们将全部抚恤贡献给爱博做赎金 希望他一定要带乔伊回家 子弹可以打穿胸膛 战争可以夺取生命 却永远夺不走那身职在人心底的善良 只可惜乔伊以一百英镑的天价 被一位老人拍走 他不惜一切代价买下乔伊 因为这是他孙女唯一的心愿 而那个女孩被战争所吞没 这位老人正是艾米丽的爷爷 如今只有这匹马是他仅存的希望 但乔伊挣脱了他手上缰绳 再次回到他的主人身边 老人一时不知所措 他掏出孙女从乔伊身上解下的军旗 爱博一眼认出正是父亲的那张 老人眼中从难舍的犹豫到毅然决然 将乔伊送还给了爱博 他说想必孙女在天之灵 也乐意见到这般结果 黑暗悄然退场 死神收刀入鞘 当金色的夕阳下 爱博骑着乔伊踏上回家的旅途 阴日余晖 点点精忙 生命经历了奔波 生死 追寻 最终回归草原上一点余境般的城洪 四年一场战争 生死至隔 爱博带着一身战伤 明白了父亲为何不以杀戮为荣 挣扎在战争泥泞下的每个人 都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勇敢 乔伊不再是乔伊 他是横尸在机枪前的所有战马 也是军营里一批批活活累死的同伴 爱博也不再是爱博 而是战争洗礼中活着的 死去的 是那些有名无名的年轻军人 是两个倒在风车边的德国少年 人类一代又一代走过腥风血雨 历史需要缅怀消失在马背上的亡魂 但仇恨的火焰并非先人们安息的墓穴 死去的人是为了让更多人活着而死去 而活着的人绝不该为了让更多人死去而活着 活下来的乔伊本身并不是奇迹 但对于迷茫的人来说 他又变成奇迹变成勇气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只求您灵动的手指不令点个赞 既是对在下最大的认可 感谢您又陪巫师体验一个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